明家书宝 明家指路 榜上有你 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 本栏目由明家传媒 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曾汉光 明家传媒首级鉴定师 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 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 明家传媒明家说宝栏目 首席专家 各位长衙 明家说宝 今天就讲一下 玉的镂空 这是圆雕 那么我们先谈谈 他在创造发明这个工艺的时候 应该准确地讲 有资料可查的是 明代的高中皇帝 这个工艺这个时机开始发明的 当时的这个工艺呢 是前期是用的是象牙 漏工雕 象牙漏工雕呢 是我们国家发明的是比较早 然后到玉雕的时候 就应该是在明代的中早期 这个时间 准确地讲究是明代的 明代的勇乐 选择 选择这段时间开始 那么这段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越调的 这样 镂空 转新的 这种球形的 艺术品 当中淡淡淑淑淑的 坚格了一段时间 真正发展 是在我们的清代 清朝 前中年间 你知道 它可以 是吧 弄空 玉的可以弄空 四和五 像牙 可以 镂空 最高 可以 记录 可以 把这整个 这一个圆球的 圆体 像牙 镂空 可以 雕到六十成 我们国家 在 19 15年 就 巴达马运河 开通 美国的旧金山 为了纪念它 就搞了一个 万国艺术博览会 那个时候 我们就远隔重阳 就派 代表团 到美国 参加 巴达马的 艺术博览会 当时我们带的就是 象牙雕的 这个 这个 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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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镂空 里面是 24成 同时 日本 宋展的 也是跟我们 这个体型 一样大 是吧 是 镂空 三十成 就比我们 多了六成 当时这个 这个博览会 快到 尾期 评奖的时候 是吧 我们国家 是吧 他代表 跟走委会的 就 提出 申请 是吧 把日本的 三十成 我们中国的 二十四成的 镂空 镂 这个 圆球 镂空 镂 这个 这个 高工艺品 就放进 开水 里面 同时 泡足 就日本的 也放在里面 我们中国的 放在里面 最后 放进去 以后 一 一到 两分钟 左右 日本的 这个 这个球 象牙 象牙 叼腿 镂空 球 三十成 四分五六 中国的 右岩石 技术 在里面 泡 一点是没有 再拿出来 是一个 整体球 为什么 最后 大家才发现 日本的 确确实实 三十成 镂空 完了以后 它是 分体 镂空 然后再 沾接 沾接起来 拼接起来 所以放在 开水里面 煮泡的时候 所以就 四分五点 中国是 一个整的 象牙 圆球 漏空 雕 二十四成 所以当时 轰动了 整个博览会 你知道 最后 平讲的时候 中国拿了 博览会的 特别 特别 惊 惊 所以 为什么介绍 整个 是吧 镂空的 圆球 这种 雕刻 艺术 然后我们 再谈谈 今天这个球 是吧 今天这个球呢 准确地讲 用得掉 是我们 现在 广州的 是吧 广州的 信仪 信仪 当时叫 信仪仪 是吧 现在 叫 是 欲球为原 圆 是人们向往 和追求的结果 因有五亿 圆和 圆融 圆柔 圆通 圆满 而让人求之 行之 这个必与 镂空浮雕 奉文欲球 欲之纯 翠绿 而有白色花纹 色彩均匀 此款欲球 雕有四层 镂空雕 在当时为 精致雕工 实属难得之精品 值得广大藏友 修查 所以他这个工 我观察他的工 他这个工 很 很骨折 很骨折呢 就是我们按 现在说的话 就是 雕的工艺 不是很精 所以跟他 跟他担待的话 应该是 比民国 这个时候的东西 而且这个 与真正 国家大批开产 是到了 解放以后的 1966年 是吧 66年以后的 这种 镂空的 圆球 是吧 赚新 直蒙雕 这种工艺 这种工艺 那个是很精美的 是吧 那个时候 我们国家 村口创绘 就是靠这件 工艺品 所以这一个呢 是相当精美的 是吧 它是镂空 缝雕 花卉文 是吧 它里面是 四层的 镂空 你内一段 任何一个 一个 一个原体 它里面 镂空都会 镂得很好 而且它这个 这个蓝玉的 蓝玉的特征 是吧 它壁 里面颜色是壁的 微透明 是吧 然后石纹有白的 白斑 是吧 长斑形的石纹 这正好也符合 是吧 蓝玉的特征 是吧 所以这个是在 明国 明国时期 能够 雕出 四层的 是吧 镂空 是吧 那原 原雕 原雕的这个球形 纸猛球 这个是很不错的 是吧 所以今天 跟大家介绍的 谢谢 本栏目由名家传媒 荣誉出品 财富热线 400-101-4797 val实 市 下视频 你 在 阻振 辱